9月27日,记者来到位于青海省黄南藏族自治州尖渣县 和海东市华龙回族自治县交界处的 川青铁路尖渣黄河特大桥项目现场看到 在黄河河湾上,正在施工的浅蓝色钢拱桥倒映在水面之上 两架红色的拱上吊机分别在已经架好的两侧桥拱上缓缓推进 这座形似长工的钢横拱桥已出去出行 尖渣黄河特大桥主桥为141加366加141米 三跨连续钢横系港拱桥 主桥全长648米 尖渣黄河特大桥北岸开始第12节间拱上吊行走 2024年9月27日开始架设第12节间钢横梁 这就意味着世界上最大跨度双线铁路连续钢行拱桥 开始正式跨越黄河 在尖渣黄河特大桥设计之初 如何平衡工程建设与环境保护成为了头号难题 青海省作为三江支援 水域辽阔 水深深物资源丰富 黄河尖渣段有鱼类国家及水产种制资源保护区的一部分 大桥的设计充分考虑了环保需求 参见及设计人员多次调整方案 改变桥梁设计角度 在不改变主跨长度影响线路最小的前提下 将桥墩从水里移出来 实现了桥梁移跨过河 减少了河道内的施工影响 这个跨度上出现了移跨跨越黄河 从而减少了对国家水产种制资源保护区的鱼类的影响 然后最大程度的对环保做出贡献 包括对采用拱梁同步施工的方法 然后无传播运输 无传播施工 这些措施 也是为了减少对黄河的影响 此外 施工单位利用大桥云BIM系统 环水保智能自动监控及预警系统 实时监测黄河特有鱼类保护区域水质变化情况 填料半河站采用喷林系统和物炮击 有效遏制阳城产生 把施工对黄河水质和区域生态影响降至最低 业内 可供选择的跨江河的铁路大桥桥形众多 包括斜拉桥 悬索桥等 而卫河设计成拱形 严严还有自己的铐梁 尖扎县射件历史悠久 氛围浓厚 当地也被誉为五彩神剑之乡 这个桥梁设计是比较紧密 贴合了咱们的当地的文化特色 你可以看到它的这个桥形 就是拱圈宛如弓箭 桥面箭宛如弓弦 这个也是体现了当地的五彩神剑的一个藏文化特色 据了解 该桥有50个结尖组成 每个结尖的杆件通过吊机吊起后 用高墙螺栓连接 就如同拼积木一般 并采用了自主研发全回转70吨拱上吊机 最大单次吊装重量高达66吨 最大的一个施工的亮点 实际上我们在这个 主要是还是采用了这个智能的这个建造技术 主要是通过这个三维的极光扫描仪 我们常规的这个对于杆件的这个误差的分析啊 是以前是在场内进行拼装 那么我们现在呢 采用这个三维的极光扫描仪呢 一方面不用在场内进行大型的拼装 节省了人力 同时啊 节省了场地 第二个呢 通过这个拼装完了之后 在这个并部上面进行一个架设 可以提前的一个分析 架设过程中的问题 这是一个特点 同时 施工单位发挥桥梁智能大桥云 智慧平台科研优势 运用建筑信息模型控制误差 通过在塔吊等大型设备铺设监控元件 对设备状态进行检测和预警 保证了桥梁建造的质量及施工的安全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